大家想说2020是糟糕的一年 我们失去了许多喜爱的人事物 但2021年快过完了 好像也没好到哪里去 这种日子行间后后差不多快两年了吧 从不习惯戴口罩居家上班 到现在已经渐渐成为了常态 从一开始会觉得破百的数字很可怕 到今天又是两三百啊 温水煮熬的例子很可怕 但有那么一群人选择在这时候挺身的处 在第一时间到达第一现场 穿起防护衣 设立赛警站 实时消毒 那些大家避之为恐不及的处境 却是国军的必经之力 少了社交互动 却多了社交距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远了 虽然2020年 让我们失去了许多美好的人事物 但2021年 交汇我们也如何保护那些属外的人事物 过去一年内 从疫情防护 水扣数据 人工照理 从民生问题 到保家卫国 路上都有国军的身影 他们是国家的守护者 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